千佛山波勒寺建世十周年 也要感谢大众的护持使佛法得以弘扬 千佛山波勒寺建于民国九十三年 在千佛山白云老和尚的带领下 波勒寺除了作为弘扬佛法的道场之外 也是众多护法居士选择修行自我 开启智慧的道场 而波勒寺的住持 卢林法师也感谢护法居士这十年来的护持 因为十周年对波勒寺来讲 以及我们所有的信众 跟这是代表的一个意义 这个一个盛重的盛大的一个日子 所以特别举办了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梁皇法会这个是每年在周年 都会举办的一个祈福法会 那在这个举办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里头 也是要感谢我们所有的信众大德 用心的长年来的发心护持 那当然这个背后里头 也是要让我们警惕警醒 感谢老和尚 让我们有那么多的一个佛法的熏悉 老和尚在出世在这个世间 他有他的一个发愿发心 所以白云老禅师是我们的师父 他虽然是在民国一百年元旗 那秉持了老和尚 给我们的一个精神 我们希望能够将他的一个精神 能够一步一脚印的 持续的能够迈向未来 所以这次的一个活动名称 是取所谓的般若周航十年 般若在佛教中就是智慧的意识 虽然白云老和尚已经元旗 无法带领大家继续听闻佛法 但白云老和尚留下来的重要著作 也在这周年的日子里完整呈现 希望能够让白云老和尚的红法精神 继续流传无数个十年 法界新闻杨志冲 高雄采访报道